谢天谢地吓死我了 我就担心老板让我去吃饭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老板请吃饭吗 我现在就喜欢和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看得出来 你爱得很狂热 是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爱上一个作家 而且爱得是有些狂热 其实我并不是初恋 我爱过很多次 只是这次觉得爱得最执着 最深刻也最不顾一切 你要是把这爱的尽头用来卖房子就好了 卖房子是为老板 爱才是为自己啊 爱也不仅仅是为自己啊 好了经理 拜拜 幸福 这样吧 你们每个人都给老公打个电话 时间仅限三分钟 我是你老婆呀 是孩子重要还是钱重要 我很好 你放心吧 佳玲 你打吧 我都不知道我老公现在在哪儿 是 吴萍 你 我老公到外面改稿子去了 我老公到外面改稿子去了 你 你 你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是星期天 我不用去公司 干嘛起那么早 好几天没写东西 我心里突然有点发慌 是不是我干扰你了 不 是我自己干扰自己 不要老是这样责备自己 你这样责备自己 就等于再责备我 今天这样吧 咱们呀哪儿也不去了 你呢 在家写你的东西 我就做饭 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艺 好不好 好 怎么听起来那么勉强啊 好 这还差不多 我说无品啊 你不要把自己都丢失完了啊 要是老爸变了心 你怎么办 放心 老爸肯定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变心的男人 你先别得意啊 你要注意保养自己了 该美容就美容 该健美就健美 老爸就是在爱你 你要是不漂亮了 也嫁不如他会变心呢 你们这是怎么了 好像预感 老爸要抛弃我是不是啊 不是 我是说要预防为主嘛 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啊 有备无患吗 咱们都不年轻了 要是有个好丈夫呢 下半辈子的情感和生活 不就有保证了吗 好吧 我回去啊 一定把你们俩的话告诉老爸 你可别当叛徒啊 我倒认为 你要多把老爸留在家里 做家做家嘛 就在住在家里嘛 那你们两个的老公不都在外面晃荡吗 快走吧 快拿着 我走了 来快点啊 再见了 好的 回去吧 再打电话啊 再见 你们走吧 再见啊 小心点 您好 您接吕着上车 佳玲啊 我怎么有种怪怪的感觉 什么怪怪的感觉 我总觉得 无凭的一脸幸福 好像是一种假象 你有特异功能啊 什么意思吗 我要是告诉你 现在老八 其实就在这儿 你信吗 老八 在这儿 和一个年轻女孩子在一起 那个女孩是我的部下 你再编故事吧 千真万确 你看见了 我是在商店里无意中看到的 当时我回避了 我不知道 如果老八看到我 他会不会回避 佳玲啊 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 和老八长得特别像的人 我倒希望是 这可惜不是 天哪 像老八这样的人都会有外遇 那我老公就更没准了 要是我老公也有了外遇 那我不就惨了吗 你别这么紧张嘛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其实 我当时看见老八和我们公司的那女孩在一起的时候 跟你的感觉一样 我也紧张 立刻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公了 好像自己的老公也有第三者了 这真是个感情动荡不安的时代 似乎 似乎每个人都有翻船下水的危险 可惜 佳玲 有道理可讲的呀 看你的样子 好像很有体验似的 你混乱过 当然混乱过 不然怎么会结婚呢 怎么会把个魂 让老公走到哪儿 带到哪儿 我只希望 我老公只为我一个人混乱过 千万不要 再为别的女人混乱 好了 别想了 咱们的老公还没混乱呢 今天是怎么了 我今天情绪特别不好 要出去啊 我去看一个朋友 那我也去 男朋友女朋友 好 妈 您来了 伯母 我出来买点东西 顺便来看看 妈 您俩快坐吧 妈 您先在这儿坐着 我去给你泡杯茶啊 好 如如 您帮我去昆仑饭店的咖啡厅 去见一个叫沈沪明的香港人 您告诉他 我今天有事不能去见他了 有没有街头暗号啊 我怎么有种当特护的感觉啊 别开玩笑了 快去吧 那个姓沈的 她什么人呢 回头我再告诉你 快去 好吧 妈 您喝茶 清风 是不是 又跟你提离婚的事了 你不要理他 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不要你照顾清风 也不给你一点负担 我只要求你 不能离开清风 你现在下岗了 我知道你没钱花 这是我的一点积蓄 给你补贴补贴生活吧 妈 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 我还年轻 就是下岗了 还可以找别的工作吗 您就放心吧 那就算是给小荣的吧 庆枉 是想你了 我看得出来 今天一早上起来就说 小荣今天要来 她是想说 你今天要来 我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我是要去的 我先到药店给清风买点药 那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您慢点走啊 哎 对不起 请问您是沈先生吗 嗯 请问您是沈沪明先生吗 我是沈沪明 请 您好 你就是沈沪明 是的 是我 我表姐卫红让我来找你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嗯 想喝点什么吗 不喝 我是来传话的 我表姐有事 让我来告诉你一下 今天的见面取消了 见面 你表姐很会用词啊 那你觉得该用什么词呢 我是来和你表姐约会的 约会 我觉得约会这个词 用在我表姐身上 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所以我用了见面这个词 但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实在无法想象 我表姐会和一个香港男人约会 哦 你可以不把我当成香港人吗 其实二十年前 我在这个城市里也有户口 也领粮票布票和豆腐票 后来才移居到香港去的 这么说 你和我表姐是老熟人了 对是老熟人 老朋友 当知青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你是老知青 对啊 真看不出来 那现在是回家乡投资来了 不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资本 在香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 每天忙忙碌碌 天天想着自己当老板 可又日复一日地给别人打工 白领打工仔 对 白领打工仔 你很会用词啊 你敢承认自己是打工仔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 还保留了几分知青本色 知青本色 什么是知青本色 小姐 你还是喝点什么吧 不喝了 我马上得走 你和你表姐长得不一样 当知青 又当香港人 感觉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怪怪的感觉 不过当过知青的人 适应能力都特别强 当知青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是知青 当香港人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 你是不是觉得 对什么都无所谓啊 这种男人可不适合当丈夫 你和你表姐的性格也不一样 好 我该走了 再见 再见 大家oscope 你一优责人 相聚便宜 我们会练钱构面 撤班 和你 1980 百 paying 真心 站住 站住 瞧拍了 站住 站住 起来 蹲下 你闯红灯了 他抢了一个人的包 我才追他 我是新警队的 你的警官证呢 今天我休息穿的是便服 你 驾驶针呢 我违章是因为我在执行任务 你应该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也可以配合你一下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看你挺面熟的 我天天在路口之前 觉得我面熟的人多了 我真的是见过你 我想起来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小饭馆吃饭 我在啃鸡爪子 你也啃鸡爪子 想起来了吗 没想起来 想不起来算了 起来 我叫洪大伟 三种队的 我也没被你叫什么 万一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呢 没有万一 走 回来了 快啊 见到沈先生了吗 嗯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你有沈先生这么个朋友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 一般的朋友 你何必解释呢 你越解释 我就越觉得 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如若 你可不能瞎猜呀 这样对我 一点好处都没有 谁瞎猜了 我只是一种直觉 姐 我觉得你的生活 要想好起来 就必须要经历一次真正的爱 一会儿当着小荣的面 一个千万不能胡说 我懂了 你这么走 走这步 去去去 别捣乱了 来来 咱们接着来啊 妈 表姨 这是我表姨 你好 妈 爸的药快吃完了 你把药包给我 我到药店买去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买 这些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那你就快去吧 要不然我爸晚上没药吃了 坐吧 嘿 我给你洗个澡吧 不洗 我妈会过洗 那我给你熬药去 我妈会过熬 那是我的事 这是我的事 我请求你再也不要管我的事情 让我一个人 平平静静地 和妈在一起生活 让我就这样离开你 你以为我会平静 我是一个废人 你在怜悯我 你以为这就是你的高尚 你这种高尚是用我的内疚换来的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要你守着 就是不想自己在这种内疚中生活 你懂不懂 我也不想生活得太内疚 你事儿 往哪里 我做得至少 都不肯定 你让我出桌和宫 都不肯定 让我出桌和宫 都不肯定 我想说这是我 女的 一个女妇婆 我们公司的客户 她要请我吃饭 有没有搞错 客户请你吃饭 没错 她老公在香港 一个人闲得无聊 就想找人吃饭 光吃饭倒没什么 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对她有别的想法 一个女妇婆 万一她对你呢 你骂我 我成什么人了 我还跟你说了 这顿饭我就不去了 干嘛那么清高 她不是有钱吗 多找几个人帮她花花 是不是 找七八个人没问题 你也去啊 别别别 别算上我啊 晚上我有别的饭局 走走走打电话去 欢迎光临 请学姐几位啊 我要找个人 您请 刘万才 请你来 请你来 你好 坐吧 坐坐 坐 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他们都和我一样 有的教书 有的打工 平时呢也没有机会 也没有勇气 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吃饭 一听说我要 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吃饭 他们都要来 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 欢迎 小姐 拿菜单来 小姐 请点菜 想吃点什么随便点吧 我要 大盏鸿屠赤 嗯 嗯 好 翡翠 钱包片 来一个邮报澳洲代子 龙皇太子庚 来个京都碎皮甜鸭 小姐 买单 小姐 王小姐 你是不是怕我跑了 我上个洗手间 不 我真的没想到 这顿饭要花你这么多的钱 没多少钱 你的同学打低的钱有没有啊 打低的钱还是有的 你是不是要搞个恶作剧 想看看我的笑话 不不不 绝对不是 我和我的同学们有约在先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真的不好意思一个人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吃饭 而我的同学们平常就是尽次大排档 也得摸摸自己的钱包看钱够不够 思想都扔好半天 这我理解 以前我也跟你们一样 很庆幸我现在有钱了 还能请你们这帮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 吃一顿海鲜 哥几个 待会自己打低回去啊 不许打面低 省得让人家富婆觉得咱太寒酸了 也给我找个富婆吧 我说我该回去了 不 我不让你回去 可是我总归要回去的 你总归要回去 我以为我完全属于你了 你也一样 可是 可是 我最怕你说可是了 每次你一说可是 我就觉得自己活得特别不真实 不是你活得不真实 是我活得不真实 你不真实就等于我不真实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不真实了 老爸 你不愿我去公司 我可以不去 我没这个意思 那你就好好写东西 这这么安静 多适合你写作呀 早饭还没吃是不可以空腹抽烟的 我怎么有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又被我妈管着了 娘 都不是不是灭 都不是灭 我 赞 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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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